大家好,欢迎来到英汉示意的课堂 我是大连外国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邹德燕 从本节开始,我们来探讨现实示意 现实示意是相对于自定步速示意来说的 指的是通过外部条件控制示意原文的输入速度 从而引导意原在一定时限内产出意语的示意方式 按照传统示意定义中,并不确切地描述 自然语速的示意产出,似乎是示意的现实标准 但这一标准不够确切 我们可以将示阅口译和示听口译看作是示意实现的两端 一端是无实现示意 一端是叠加到有稿同传,多个认知任务中的有实现示意 在练习具体示意技巧的时候,我们较少关注到示意的速度 慢慢熟悉技巧显得更加重要 但是,随着大家综合运用示意技巧的能力逐步提升 特别是,大家从句子示意过渡到语偏示意 尤其是考虑到示意是同声传译的过渡性以及基础性技能 所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 示意意语的产出质量 除了翻译准确,风格一致等翻译共性的质量要求之外 示意还有自身独有的质量标准 一方面就是尽量在自然语速完成原文阅读的时间内 完成示意的译语,也就是朝着可以完成游稿同传的目标努力 另一方面就是示意的译语听起来应该像是译员在阅读一篇写好了的稿子一样 听起来在流利度和地道程度上都更加接近目标语的自然产出 好,在示意意语产出质量的基础上 我们来谈现实示意 本节主要说一下,示意为什么要现实 之后的三节将分别从主题熟悉度 双语转换速度 信息甄别及取舍三个方面 展现提升示意速度和质量的方法 以便使我们的示意能够做得又快又好 示意的定义大多都强调 示意在信息输入和输出模式上的不同 示意过程是同时阅读原文并口述译语的过程 所以,示意一直都是作为一种 介于笔译和口译之间的中介模式或者混合模式存在 关于示意中可以看到原语,也就是原文文本 对于示意意员来说,到底是一种辅助还是一种妨碍 研究者们还都没有达成定论 但是,大家基本都认同示意有两个主要的用处 或者使用的场景 一是作为翻译训练的一种方法 帮助译者提升双语转换能力 二是作为翻译实践中随时需要进行的 将文本口译出来的翻译形式 不论何种情况 基于示意的产出形式为口语 那么,按照自然语言可接受的语速范围进行产出 应该是示意训练在异语语速上设定的一个标准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做到异语的产出 更加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 或者没有过多的翻译的味道 那就更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示意异语的语速 每分钟产出120至140词 是比较适合的自然语言的语速 稍微扩展到每分钟 100到160个词也可以接受 那么Mosa-Mosa的研究发现 不现实的示意实践中 老手译员可以同时处理很多任务 新手译员一般在阅读完后再翻译 这就造成两者在示意速度上差异较大 前者为每分钟115词左右 后者为每分钟60词左右 我们可以看出 有经验的语言比较习惯在自然语速下完成示意 按照每分钟产出词数来衡量示意异语的语速 是比较宏观的衡量 那么在较为微观的维度上 示意的语语到底应该在怎样的范围内 跟在原文后面进行产出呢 或者说示意意员跟原文的距离 到底保持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 才能使我们的产出又快又好呢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信息输入和输出时差 这样的一个概念 输入输出时差 也就是在信息输入和信息输出之间的信息处理的时间 这个概念最早是在同声传译中被加以探讨的 同声传译中的听说时差也叫做时质 指的是一元听到原语到产出一语之间的时间差 输入和输出时差 在同声传译中是EVS 是一语跟原语之间如影随形 也就是从听到说的听说差 在示意中 它就可以是EVS的另一种展现形式 就是一元的口头输出跟阅读输入之间如影随形 也就是试说时差 研究表明 同传中的听说时差 基本处于0.5秒至11秒之间 平均在2秒至4秒之间 示意中的示说时差 跟这个是可比的 相当的 也可以参照这样一个范围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看一看听说时差在同声传译中的展现 这些研究表明是最適合的速度 我们可以看出在同声传译中 语言需要在一个可控的听说时差范围内进行语言转换 听说时差太短 也就是距离言语太近的话 容易看不清句子 甚至是整个语片的推进方向 进而翻到后边不得不改口 听说时差过长 也就是距离言语太远的话 容易使得存储在工作记忆中的信息单元越来越多 多到一定程度就出现前面听到的来不及转换 后面来的信息也完全听不到的情况 这就是认知资源达到了超负荷的程度 就会极大影响一语的产出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示意中 也就是议员的口头产出跟自己的文本阅读之间 要有一个合理的空间和时间范围 以便去完成各种相关任务 比如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讲的是压力与精神疾病的关系 请大家特别关注例子中涂黄色的词 我们可能在口头产出前一个词的同时 眼睛已经看到后面的一个词 甚至看到后面的第二个词 大家感受一下是不是这样 当然示意中更加复杂的情况是 会出现回头看多次看的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 文本对示意来说是一种妨碍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超前阅读是示意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而且研究表明 老手议员能够更好地运用超前阅读 提高期示意表现 而新手议员则在阅读与产出的协调上 存在困难 也就是说 我们要跟原文保持一定的距离 给自己多几秒钟的事说时差 大家就会在示意过程中 保有较大的灵活调整的空间和时间 大家在练习过程中要更多去感受 这样的一种距离 找到适合于自己的距离空间 为更加灵活的事意转换 留有余地 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 输入输出时差 体现的是一元 有效理解一个信息单元 所需要输入的信息总量 当然这个总量是从时间的角度 对其单元大小进行衡量的 范围越大 越说明一元在时差范围内 具备更大的灵活性和调节空间 研究发现 职业一元的时差上限高于新手一元 且前者有能力在输入输出时差 到达极限之前 省略不重要或者不熟续的信息 以保证一语更加顺畅的产出 这一点大家也需要在示意中 特别是现实示意中加以运用和提升 下面给大家展示一段本科同学的示意作品 按照本节介绍的示意现实的标准 自然语速下阅读原文用时大约为三分钟 这个示意作品的异语产出用时 也为三分钟左右 达到了自然语速的标准 我们将作品的原文按照这样的速度 进行滚平展示 大家不妨先将这段作品的异语静音 再按照滚平展示的速度自行测试 自己是否可以跟得上 同时将自己的示意异语录音 完成后回放一下自己的作品 回想一下当时自己在哪里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再重新播放这个作品 加入异语的声音听一遍 看看这位同学是如何处理这些困难 如何在自然语速条件下 又快又好完成示意的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示意作品 高科技助理防疫 中国在科技领域已经发展数十年 现在面临着重大的公众健康危机 科技公司也加入到这一行列 中国的科技巨头在此次疫情期间 采用了无人驾驶汽车 为医疗工作者运输物资 利用带有热成像摄像机的无人机 提高病毒的检测率 使用其计算能力帮助研发疫苗 一 机器人 中国的电商巨头京东 最近采用了自动驾驶机器人 为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医疗工作者运输货物 机器人看起来就像是微型汽车 能够将货物运送到定点医院 虽然路途非常短暂 只有600米 但是可以帮助保护顾客和员工 能够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在中国机器人不仅可以运输货物和药物 还可以用来扫描药品的库存 将过期的药品进行分解 我们还可以在公共场所利用机器人喷洒消毒剂 能够阻断病毒传播 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指出 机器人可以通过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阻断 或者减少人传染的风险 人工智能在数据方面也非常有帮助 我们可以追踏病例的信息 然后进行风险评估 找到传染的途径 只要我们能够有效利用这项技术 在中国南部城市 广东省广州市 5G巡逻机器人在提醒公众 勤洗手戴口罩的重要性 机器人配有高分辨摄像机和红外线温度计 能够迅速地扫描出 人体的体温 一次可检测10个人 2. 无人机 无人机在此次疫情爆发期间 也投入使用 这项技术能够让政府 在人群当中迅速扫描出 有医疗救助需求的人群 机飞科技是总部位于广州的一家 农业无人机制造商 此次疫情期间也采用大量的无人机 在易感区域喷洒消毒剂 比如说公交站 火车站和其他的公共场所 3. 超级计算设备 本月腾讯也开放了他的超级计算设备 利用这些机器 计算能力 要比普通的PC端快很多 帮助研究者迅速找到诊疗方案 滴滴作为中国最大的网约车提供商 再和医疗和援助机构合作 能够让工作者迅速完成任务 免费使用他们滴滴的服务器 比如说完成数据分析 线上仿真和后勤保障的工作 好 同学们 本节我们介绍了现实示意的定义 如何判断示意意语的产出质量 按照什么样的标准现实 以及输入和输出时差等等问题 还为大家展示了一个比较好的 学生的示意作品 希望大家可以多练多思考 逐步提升自己的示意水平 下节我们将从主题熟悉度的角度 展现提升示意速度和质量的方法 帮助大家又快又好进行示意 好 同学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